三山城位于清河郡东南部 算得上偏远 整个城域山巒叠仗 又以三座山峰最为有名 顾名为三山城 这三座山峰 约树笔 约玉横 约飞来 这个城域的人因为贫穷 闭塞 常被灭称为山蛮 很多人甚至连鞋子都买不起 他们赤足翻山越岭 如履平地 只要三山城的人赶到 今年的三城论道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因为望江城的人提前一天便已入城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 直线距离上三山城稍远一些 但也没有远太多 不过自望江城至枫林城 水路极为方便 城船从青江顺流而下 再折入支流绿柳河 若是风向正好 甚至可以朝发西至 而从三山城走到丰林城 以平民的角城 大概要走个三四天 这还是因为有官道的缘故 不是说不参与论道的学子便可以休息了 在整个三城论道举办期间 他们还需要协助官府维持秩序 像林河 赵汝成这样的新晋弟子 更是没有偷懒可能 在这样的形势下 城卫军都分了一步出来入住城内 他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三山城队伍肯定是从南门进 所以在得到通知后 他们就早早守在南门入口迎接 还得等多久啊 赵汝成哈欠连天 早知道最后还是脱步开身 我就自己参赛了 把名额让给三哥干嘛啊 此时的江望正以准备比赛的名义 名正言顺的在家休养 而他们这些不必参赛的人 却已经做了三天的巡逻小兵 待遇差距 一致于私 哎 黄阿战也在摇头 我也是看张师兄年纪大了 一时心软 不然我应该去领队才是 何至于跟你们这些小朋友一起虚号光阴 他作为三年期内的学员 再怎么吹嘘 也应该到离建秋为止 而他一步就跳到了五年期 直指领队位置 只能说吹牛之道 永无止境 赵汝成和林河都转头看着他 向他投来赞许的眼神 是吗 黄阿战正疑惑间 身后一个悠悠的声音继续响起 我年纪很大吗 黄阿战整个人都几乎要跳起来 我想表达的是 张师兄德高望重 张林川就在他身后 保持了大概两步的距离 似笑非笑 为了整个封林城的大局 你怎么能心软呢 不如别让了 你把领队位置拿回去 哎呀 黄阿战一扬顿挫 怎么肚子这么痛 各位师兄师弟担待一下 我去去就回 公腰缩背 一溜烟跑了 回 自然是不会再回了 宁可被道怨责罚 宁可扣道勋 赵汝成撇撇嘴 自己只是一时嘴嗨爽爽 这个黄阿战是不做不会死啊 看来还是渡老虎走了 酒喝得太少 张师兄 灵和是端正的性子 先给师兄行了一礼 再道 你怎么来了 张林川点头回礼 论道在即 我得观察观察敌情啊 看来董阿确实给了他不少压力 让好杰喜敬的他 甚至都愿意挤在人堆里观察敌情了 事实上 挤在南门的老百姓也不少 相对于旺江城的那些有钱老 他们对所谓的山蛮更感兴趣 来了 前面传来骚动 却是来自三山城道院的学员们终于到了 与带了一堆仆役如出门游玩般的旺江城修者不同 三山城只来了六个人 各城参与论道的名额 刚好六个 他们以一三二的队形自南门走入 人们几乎第一时间就看向他们的脚下 据说山蛮子每个家庭只有一双鞋 只给要出远门的人穿 而也没有令他们失望 三山城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女孩 就是赤着双脚 这种带着歧视意味的审视目光 无疑会让人不快 因此临河立刻就赢了上去 三山城的道友们 封林城道院临河等候多时 请跟我来 咱们先去道院歇脚 用饭 稍晚一些我再带你们熟悉论到场地 本来按理说 这些人理三年期的黄阿湛应该作为负责人迎接三山城来客才是 但调度的师长以形象欠加为由指定了临河 而临河的真诚也的确使他很适合这份工作 三山城的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不快 就已经跟在临河身后走了 出乎赵汝成意料的是 挤在城门附近的老百姓们 目光更多地聚集在三山城队伍中间 那个体型圆润胖大的身影上 与其他人简单利落的竞装不同 他披着一件连帽黑袍 整个面容都隐在兜帽里 反而显得格外的怪异和引人注目 赵汝成甚至可以听到一些人的议论 那就是他们的最强者吧 那还用说 站在众星捧月的位置 你看看那气势 看起来很可怕 咱们封林城要警惕了 怕什么 张家的张林川可不是吃素的 他好像吃素 上次来安门酒楼 那对熊掌他长都不长 只吃了几筷子青菜 安给他们布的菜 话题渐渐跑偏 至于走在三山城队伍最前面的那个小女孩 实在是太人畜无害了些 哪怕他确实美丽 娇小 可爱 但毕竟修者的世界 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会被人重视 作为迎宾的一份子 赵汝成当然也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三山城修者说着话 但这些人话都比较少 而且他们非常注意队形 牢牢将那个黑袍的家伙护在中心 好像生怕被谁研究了他们的秘密法器似的 赵大少装作无意的挤了几次都没挤进去 也就作罢 只是他注意到 随着路边老百姓们的议论 这些三山城修者的脸色 都有些奇怪 张灵川没有与他们在一起 只是挤在人群中看了几眼就离去 在灵和热情的介绍 和那个赤族女孩西子如今的回应中 一行人向右偏转 往道院方向而去 赤族女孩忽然停步 目光转向街边一座酒楼里 酒楼二层 一个面容儒雅的青年临窗而立 她一手附后 一手举着杯子 对着赤族女孩摇摇虚映 露出令人无可挑剔的笑容 赤族女孩目不斜视 静字往前 而灵和认出来 那是旺江城此次论道的领队 也是旺江城到院道薰榜第一 林郑人 感谢书友乌烈123的盟主赏 赤心寻天的第一个盟主 等我在新书榜上混几天 一定补三更为谢 感谢书友陆雨时光 书友叶松松 书友黄阿战的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